保育之宫 荷安玄園 荷丽江瓜头金 抬上推车上 准备到基隆外海进行标准 船只在岸边已经准备就绪 两只瓜头金在救援小组照料下 双十国庆这天 顺利回到大海 海保署海保救援网8号下午接获通报 在台中的布斯林沙滩发现四只活体鲸豚搁浅 由于小虎金和瓜头金外形相当接近 救援小组一度判为小虎金 两只健康的瓜头金 9号凌晨送到基隆八斗子按治中心医疗照顾 虎金的搁浅事件 其实送到我们八斗子海之生都已经是凌晨的时候 可是很多的志工包括我们师傅同仁 都已经在现场step by 志工和师傅同仁都有足够的休息空间 所以这个海之生的成立 然后这个精神中心救援的成立 其实在北部其实真的是蛮需要的 两只体态健康的瓜头金 是要上午搭着船艇前往东北角进行掩放 不过台湾的瓜头金 吉利哥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 那我们现在目前没办法判断 它是不是跟这个人为的活动有关 但是我们可以判断的 一定可以确定的就是 他们应该就是在 可能在一两周以前 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导致他们的方向开始有一些错误的 这个就是游泳的方向 并且因为紧张的情况下 他们又开始有一些感染 海面上风浪起起伏伏 瓜头金也放出后 悠游在大海中 我今日这天重回大自然怀抱 接着黄壮民旧报道